吕凡 所以本是释迦牟尼佛 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此 愿解如来真实意 各位法师 各位父法基士 大家好 有关于正信西有第六份中所谈到的后五百世 有慈戒修福的人 那么我们谈到 慈戒修福的人在梦法时代不多 原因我们谈过两点 在耶第三点来看法 修波罗法门 我们必须先将非法相除掉 慈戒修福报是指的 学波罗的人 只要在法相上 能够一直起观照 久久观照 你就不执走法相 自然你就可以成就 所以佛陀说 这两种人可以学波罗 因为需要自恶莫作 就是修福 众善奉行就是慈戒 没有照悟就是戒 行善就是福 我们能够舍生 能够舍能够生这种信心 以信入道之门 总而言之 慈戒就是三合通舍 修福就是六度全该 佛陀告示 须菩提说 在我灭渡之后 后五百人 就没有正信者 这个意思也就是在说 必定有修福报的人 那么我们听到这部金刚经 升起正信 就是证明实在是还有这种人 在法会之中 虽然没有实信的人 将来一定会出现 有慈戒修福的人 慈戒的人就可以防徽子二 他外就能调生 内就防他的三度 所以修福报的人 因为过去世的善根福报 今生只要有这两种人 这样对于这部金刚军 绝对会生起实在的信心 世真很肯定这个事实 所以他说 持今行善有补偿 不要认为因果决定 讲也没有用 其中有它的变化 所以我们常讲 看命的人很怕修行的人 为什么 看命的人给你看你这个命 没有修的时候就确定 你几岁就要往生 你几岁有灾难 都是非常转的 可是 你如果换一个角度 开始持灾念佛 受持经典 你的命就不同了 改变可以改变的 所以讲 我们对这一部金呢 你还是希望很大 你好好听下去 你就会得救 我们在一念向善 就可以得善果 以前 有一位 基士 他叫李延宗 这位基士呢 他住在江陵县 他的事业就是杀业 他就是在卖鱼 抓鱼 他生了一个女儿 这个女儿 适时的善根深厚 在十三岁那一年 有一天晚上 他睡觉的时候 他梦见一位出家人 来跟他讲 你很有善根 为何不受持金刚经呢 他说 世间上的人 假如能够一天受持一部金刚经 他可以增加他的阳寿 命中之后 可以升天 假如能够呢 永远受持金刚经 他只是升天天寿 假如能够深入达到波罗三昧 并且可以进入涅槃 了偷生死 到时 这个是最高境界 有出家修行 虽然没有解脱 可是 阴间来讲 他不会驱谱你 还有种种 圣报非常的多 那么这个女孩子 他梦见出家人 告诉他这么多话 他醒来的时候 梦尽历历历历 他在他那里面 他在他耳边 他在他耳边绕着 他就去找了一部金刚经 从那时候开始 他就受持金刚经 慢慢送慢慢学习 到他很熟悉 他每天送三十简的金刚经 作为他的课 他每天的功课 三十简金刚经 十三岁那一年 他又做了这个梦 到了他二十四岁那一年 他忽然间罹患了感冒 伤行 就死了 死了以后 他的灵魂到了阎罗王面前 阎罗王一看 就告诉身边这个小鬼说 这个小女孩子身上有菠萝光 你为什么要抓他来 小鬼讲 他时间到了 我们依法行事啊 时间到就要抓人嘛 阎罗王讲 这个女孩子身上有菠萝功夫 赶快放他还养 回养出去 那么小鬼要放他回养的时候 阎罗王就告诉这个女孩子讲 我有话要交代你 你回养以后告诉你的父亲 他因为杀业很重 已经减掉他两轮的寿命 一轮十二年嘛 两轮就二十四年嘛 目前有人来告状 告状显示有多少 七千多条的鱼 要来神冤守命 接着又告诉这个女孩子讲 你回去跟你父亲讲 只要他晚上睡觉 梦见他露了王 他明天就要头痛一天 这个叫做燕灵 暗示他的父亲 杀鱼 卖鱼 以后必定 需要投胎到鱼 被捕 所以他在睡觉的时候 常常梦见他去触到这个网 被抓 被追逐 隔天就头痛 这个女孩子回养以后 苏醒过来了 他就将阎罗王那里的情况 告诉他的父亲 他父亲一听 确实无误啊 我少了两轮啊 一轮十二年嘛 那这样不行 确实我梦境呢 如果我梦到我入了鱼网 隔天我的头就痛 就告诉他女孩说 鱼情可能真的去告状了 听过我不能再杀鱼 我不能卖鱼啦 于是他就赶紧 弃恶修复 再来他就辞戒辞灾 分食都不敢吃 他每天跟着你而送金刚金 古时候没有印金啊 不像我们现在印刷这么发达 古时候的金本完全靠所抄本 所以呢 他就总共写了四十九件 金刚金 第四十九件金刚金写完那一天晚上 他梦见了很多穿这个青色衣服的童子 来向他跪拜致谢 他说 我们负负冤仇很久了 沉蒙你写金的功德 能为我们超度 让我们都能离苦得乐 升到善到 因为你写金刚金的功德力 你我奄越从子 解焉是解 你可以增加你的福路 所以讲话 话讲完以后 那些青衣童子 忽然间全部消失 自从那一次 这个梦以后 他父亲呢 就更加不断的受持金刚金 所以 在 慈系 没有 环老 不但 不失掉他的福 跟入味 还活到一百二十岁 一百二十岁那一年呢 他 没有生病 自己沐浴之后 就做的往生 这个 这个典故就是告诉各位 说明说行善 慈经 炼经 心里 不要想送金 有什么好处 早送晚送 弥补你的缺陷 假如你送金持金 最起码你坐在那里 就进化你的身口一三月 最好 没有胡思乱想 不会去造业 这个也是亲近三月的好处 何况你受持金刚波罗金 可以解焉 可以解解 所以 受持金刚金 很简单 一部金刚金 差不多不要二十分钟 再來 我们呢 做生日的时候 不管你是父母生日 自己的生日 那一天一定要持灾 一定要送一部金刚金回向 在这个故事之中 我们就可以体会到 持灾念佛送金 这样可以解开我们的烟月 还能延寿你的寿命 那么对我们来讲 非常好啊 人就是要有善根 才能听得下去啊 没有善根的人 你会觉得 你讲这些话呢 他希望各位 也尽量在他的立场 所以 每一个人自己 如果讲 做得到 你就尽量持灾送金 这个对你本人有很多好处 假如讲 你自己认为 我今年的运不好 而且听说 我最近有一个劫难 你最好发愿持灾 你最好受持金刚金 那么这一段时间 你如果能够这样做 相信你能够度过你的苦恶 你就可以得到来自在 所以佛陀告知 听这一种话 听得尽弃的人 当之世人 不以一佛二佛三四五佛 而种善根 以无量千万佛手 种之善根 文是张句 乃至一念生尽信者 你看看 在这一段经文里面 我们说到 能够直接修复这一类的人 讲到他们的善根 在末法时代 斗争坚固的时候 还有这一种人能够 直接修复这一类的人 不是普通人 他的善根深厚 他不只是在 释迦牟尼佛的座下修行过 乃至于差不多有 一到五尊佛的地方 修行修够 种够善根 不只是如此 因为佛陀讲 有一尊佛 两尊佛 乃至五尊佛 中间他都能持在修复 那麽这一种人 也是曾经在 无量千万佛所 种过善根 无量就指的不可说不可说 也就是以我们现在话讲 就在很久很久以前 那不只是在一尊佛处种上根 也不只是做一件善事 这种人一定修过六度万恨 可见这种人 他的修行已经很长远的时间 这种人所种的善根也是非常的深厚 不是普通人能够迫害 所以讲真正持戒修福的人 可以说难能可贵 所以佛陀讲之秘密 让我们知道今生能够来持戒修福的人 不是今生才受戒 早就受了 很自然的 因为你曾经受过戒 所以你今生自然而然 你想受戒 身心就会很安详的 好像找对了路 找对了路你走起来 心里就很踏实的 所以讲 众生在很多佛的地方 曾经学习种过善根 善根的深厚 都是多生以来所种的 那么成蒙之佛菩萨的因缘 所以我们见过很多的佛 听过很多佛的法 也修过很多 既然听了那么多的佛法 能无自行不失 乃至于一念无相 能尽性持戒 那么 这两类的众生 这两类的众生 确实实现了 他的 十相波罗 佛陀说 尽性为本 有尽性的人 能用不生命的心 证得不生命的果 因为他的因心果觉 将来能取证无上的菩提 这个叫做 因该果海果策因缘 所以讲 花心毕竟无分别 经中所说的 乃至于一念生尽性者 一念代表无事相 无法相 无非法相 这一念心 当然是原理的 尘劳妄想 所以星光普照 才能 内耳 身心 外耳世界 一切都清净 已经到了这种程度 以佛无意呀 世间假如有人 听到金刚经 知道大乘法门 不会畏惧 不会恐怖 确实这一种人难得 实在是稀有的人 为什么 因为这一种人有福报 有福报的人 他听经不会恐惧 而且会觉得很翻识 听得很华识 所以这一种人 不是今生修来的 有人听到金刚经 哎呀空啊 什么都空啊 要怎么办啊 空就什么都没有了 那我们还要干什么 他起了一个害怕的心 这一种人 是今生开始种善根而已 尚未稳定 假如我讲 这一种人一听到道理 就好像风吹草动 他心里就有一种恐惧 他什么都空啊 我干嘛还要那么认真 干嘛 对不对 那么实在一切都皆空 我干脆赶快给他 享受享晚 反正都是空的嘛 所以各位 假如你听经文化 你用这种心去讲 去听 那可见你福报还是不够 善根还很浅 你还要经过熏习 熏习就是在种善根 你假如不继续种善根 有一天 你会失去了波罗智慧的 所以佛陀告知我们 将来在他灭度以后五百年 斗争坚固的时候 会出现有慈戒 修福报的人 这种人 不是只有在一佛处修过 有三尊 四尊 五尊 千万尊佛处 曾经清静过 都听过经 修过戒 被花怨再来的 所以各位 寿介的人 自己掌声鼓励你自己吧 各位想想 说博世界是一个花花世界 为什么大家 懂得享受 因为现在的人少子化 父母都很疼惜自己的子女 孩子一吃生 吃好住好 穿好 从小出来就明白 吃的最好的 住的是洋楼北墅 福报大 为什么 他肯出家 为什么他不想继续享受 为什么他一愿来出家 过着这种清淡的生活 每天穿的就是这一套衣服 永远只有这一套衣服 也没有另一套可以买 你在做 只是你的布料不一样而已 可是还是这一套衣服 你看有钱人 享福的人大于大落地在吃 吃着一身的病 他宁愿不要吃 他也要来吃青菜豆腐糖 你想 人的思想法 真的不可思议 出很多了 还有人很天真 对不对 师父叫你去吃灾 吃家 你不能去 大家都去吃灾 出家 那世间就没有人 常常感觉到好奇怪 到处都是人 人太多了 多都不知道怎么讲 那么几个人才能来出家 世间上的人 真的能出家修行的 不多 哪会有多 他宁愿去吃苦 他也不出家 所以我们要赞叹出家 不要阻碍人家出家 一个人去修行 最起码 又欠善 又能度人 他也不会去做坏人 所以很多人无法了解 我们世事的因缘 时常心里在想 怎么样 怎么可能 我今生怎么可能 去出家 所以各位 时间到你自然就走 有时候我们的世事因缘很奇妙 像我以前出家 我们民国五十年那时候 出家女孩子很少 半路出家比较多 那还有女孩子去出家 人家都会笑 你家不出去才来出家 哪有 所以要出家因缘 真的素素因缘 我们有曾经持见修服的人 我师父到我家去只有讲说 你要不要图书 图什么书 佛教的书 佛教有什么书可图 他说有佛学院 要不要钱 他说不要 吃不要 住不要 图三年 那太好了 世间上还有这么好评语的事 什么都不要钱 还攻击我们三年吃饭住 又有书给我们图 师父我去 我没有讲说要出家 我说不是出家 我去图书 去了以后我听到佛金 那外面怎么听不到这个佛金 他说外面没有人在讲 你如果要听佛法一定要出家 那师父好你去给我看日期 我马上出家 我就这样就出家了 就这么简单 所以各位 我出家当下还许个愿 这个问题 如果佛法这么好 我如果出家 我要好好学习 将来我要当法师 讲经说法 我有承诺 我没十元 我就讲经说法四十年了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讲到这里 愿以此功德 专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下记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进此以报神 同生极乐果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